我们稍微来带一下 那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比特币其实起伏很高 刚世卉也有提到说 它虽然价格长期趋势往上 可是其实它中间的波段是蛮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我有点出两个比较大的跌幅 一个在2017年到2018年的年 10月多左右的话 它是跌了大概81%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从今年的5月519 他们叫519产案 虚拟货币是这样讲 虚拟货币是这样讲 它跌了46% 对那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避免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的 定期定额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抓的是5年 这5年里面 从2016年约末10月1号开始投资 我是抓每两周 你就是每两周投入50元美金 那换算台币 汇率28元的话 大概是1400元台币 那你就这样一直投一直投 一路投到现在 譬如说它上面是 大概约末在2021年的11月左右 一路投到现在 你会看到那个粉红色的线 下面那条 那就是你的平均成本 其实你的平均成本一直都在很低 甚至低于它的历史低点 那它跌下来其实我们应该更开心 因为随着它的长期趋势往上 它跌下来我们去买的话 等于说你把平均成本 摊在很低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长期以来 你就可以获利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这边是你实际的投入 你实际投入18万6千元台币 我们这边不计通膨 不计下单手续费 那最后到2021年约末在11月左右 你会得到290万元新台币的总资产 那你的投资报酬率会在 你会赚到1458% 也就是说14.5倍 你看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这种什么趋势也不用去判断 我们就是一直定期定额的投入就可以了 跟比特币联动最高的就是显卡 大家看清楚这几个价格要 这几只股票要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我的2000万 在这几年都从上面来的这样子 好那来看我们有基本款 我就说选股跟选衣服一样 像资霖今天穿着叫基本款 因为我发觉到两个礼拜之前 到现在我看资霖每一次都是套装 一个西装外套 然后一个背心 背心然后穿着 然后非常的简单俐落 很有那个元气 那这就是基本款 那比如说我这里有想到 基本款的 比如说以虚拟货币来看的话 可能是比特币 那股票可能像技嘉维新 华硕啊 华琴 等一下我会介绍 那这门款就比如说 前几天是那个万圣节 我们可能穿着像鬼一样啊 万圣节有没有 那就是一个流行款 暂时的 或者是最近鱿鱼游戏很红啊 那鱿鱼币突然一天涨3万5千% 然后没几天又变零了这样子 就归零啊 或是狗狗币啊 这是就比较热门款 就偶尔热门一下 可是这个必须是矿工 我觉得矿工很适合买热门款的股票 比如说像汉讯 因为我看汉讯是看了很久 汉讯只要是比特币起来 它就是涨10倍 比特币下来它就是跌10倍 那如果因为是矿工 每天在挖矿 你都知道这个比特币上来或下来 那它就可以获得到10倍的那个翻本 主要的话我们在做定存 就会有市值大的去做定存 因为市值大的它的需求也最大 那我们在平台上做定存呢 比如说我就直接举例好了 在台湾的交易所 MyCoin里面 它有一个产品叫做收满益 那收满益里面呢 它就有提供两种不同的商品 我们这边USDT跟USDC 就是刚刚上一张图提到 最大市值的前两名 对一个大概是55%一个是25% 是没错没错 对那USDT因为它需求最大 所以通常它的定存利率 也会是最高 就是7.5% 而且它们的定存有一个特点 就是时间都不会很长 顶多可能就是到三个月 那这边的话它是定存7天 那定存7天 你到期你可以点选你要续购 虽然说它不保证你一定会续购 可是如果你一直有续购下去的话 它换算年号报纸约莫就在7.5% 那USDC大概是5%左右 所以一般如果你想要踏入虚拟货币界 可是你又不太敢去碰触一些 譬如说比特或以太这种涨跌 比较严重的 你就可以从稳定币的定存去开始做 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